瑞芳区金瓜石的劝祭堂今年适逢125周年 每年举办的关公节虽照常举办 但是因疫情影响所以缩小规模没有扩大举办 但是持金龟祈福活动不中断 连续三天的庆祝活动众多信众参与 共同庆祝地方盛事 今年是125年 这个关公节我们每一年都是 办得比较容忠比较热闹一点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配合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尽量的保持比较低调 但是我们的这个保均固这个活动 是因为历史以来都这样做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来期待 祈福执金龟是每年信众最期待的活动 只要连续执出六个省龟 就可以带走一只一千众的金龟 今年已经有一位幸运幸众成功带走金龟 现场有一位每年参与的幸众 之前已经幸运获得两只金龟 今年再度前来祈福执金龟 希望能延续之前的好运气 因为之前已经家里有中了两只过 第一次是妈妈 第二次是我的大女 只是说参与这个活动是 这个劝技党的文竹公公 有时候可以越来越幸运 就是大家就能 盡量能参与这种宗教活动这样 联系六个碑的话 可以取回一只金 曾经的这个金龟 有一拳中了 大概六千多块钱 这样子 那么昨天有一位先生 您走来一个 今年虽受疫情影响 观公节整体规模缩小举办 但是幸众祈福的心还是不变 庙方严格执行防疫规定 希望能让前来参与的信众 有安全的祈福环境 民众有空可以前来劝祭堂走走 祈福也看看山海美景 并享用地方美食 记者李嘉文 瑞芳采访报道